很多人每日的生活都會在很多不同的比較裏面 比較樣漂亮、學歷好不好、成績好不好、家庭好不好 以後出來畢業做事,比較一下你的工作、人工高一點 比較一下誰快結婚、買樓 有很多的比較裏面 原來每日很多人在痛苦中是很不快的 但好寶貴主親時代告訴我們 我們每一個在他心中都是最獨特、最尊貴 是經濟中的白合法、最奪他主的心 不需要再跟其他人比 因為在無限主中你已經是最好、最搖眼、最有最寶貴的價值 雖然有人不明白,但好寶貴做我們良人的主很明白我們 在馬歌書中講到所羅門王是如何追求蘇拉物女 所羅門王是一個國家的皇上、至高無上 亦是住在不是平凡人能夠去得到的皇宮裡 但是他因著對蘇拉物女的愛慕 他可以犯作成無形人 他和蘇拉物女有一樣的身份去就近她 去追求她 當很多人看到王子如何離開她的皇室 去調裝成平民去追求一個平凡女子 大家都覺得很感人的請故事 但好寶貴主導我們的追求是遠超過所有拍電影、拍戲、拍劇中的愛情條件 無限的主能夠離開她的榮光 人能夠去到的光裡 人本來不能夠就近她 但好寶貴主選孫妮就近我們 他願意降心成為人 由嬰兒開始一路去成長 跟我們一樣有經歷有學習 有很多人的歷程他都走過 他很多人的感受他都明白 他都經歷過 主就是這樣用 降到最卑微的身份來追求我們 很想去明白我們的經歷感受 所以我們每一個都很珍貴的 主寫命 用補血買屬我們歸他 主對我們 他能夠取人的形象 是很想幫我們相同 不是冷冰冰、至高無上 不能夠接觸到他 主是很想我們去跟他親近 他亦都很願意讓我們親近他 眼光裡面說到 梁仁好像蘋果樹在樹林裡 蘋果樹生得比較矮 他的果子是不用單梯去摘的 伸手就可以拿到蘋果 原來主對我們的愛 他只是很想來接近我們 但同一時間 他又不會逼我們 雖然主很有能力 但他不會逼我們去信他 不會逼我們去跟從他 這節裡面說到 上一節 神是以愛為奇 就是我們以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些紀錄片 如果太空人登陸月球的時候 他就會插旗在這裏 告訴他 我這個國家成功登陸月球 或者有些人去登山 去穿木落馬蜂 都會插旗去告訴他 就是我們代表誰來成功征服這裏 原來奇的插旗是代表到他 征服那裏 或者那裏屬於他 主是用愛為奇在我們以上 他用愛來征服我們的生活 他不是用他的能力去逼我們 他很有溫柔 很有耐性 很有耐心去等待我們去認識他 信他、跟從他 一位如此名誉的神 可以有人的身份 更加是能夠 很有溫柔 很有耐心去追求我們 是很寶貴的愛情 其實 他的溫柔 不僅是他的耐性 亦是有很多苦咒我們 在亞哥中說到 他阻礙我們頭下 他也要把我們保住 是很溫柔的觸碰 很溫柔的接近我們 不僅如此 而且 對我們每一個都有一種渴求 不知道有沒有人 曾經跟你說 為什麼打電話來 我想聽聽你的聲音 或者為什麼開心 我想看見你的樣子 不過可能是對方是什麼人 你可能會覺得很開心 有點奇怪 對 主的無限 他對我們都要合渴求 他很渴望我們親近他 在靜雅方段說到 主要求我們 去見我們的面貌 去聽我們的聲音 主很想我們親近他 亦很想我們去回應他 所以每一次親近他 去讀聖經 去唱詩應拜 去回聚會 都是很寶貴的 都是主很想來 向你講話 很想聽到你的聲音 很想看到你的音 在主要求 在主要十字架之前 他向天賦的報告中 他很想付錢給他的人 都跟他在哪裏 在主要求 主要我們的渴求 是很想 永遠都跟我們一起 是很想 我們 跟他沒有分開 沒有分離 這是主要我們的渴求 從來沒有間斷 不會因為我們對主的心淡了 熱情減退了 而改變 在亞科中 良人和佳佑的一段經歷 當時佳佑對良人的心淡了 熱情減退了 當良人去找他的時候 佳佑不想開門 但佳佑的主要我們的追求 從沒有間斷過 主要是很溫柔地等候我們 這裏說到他會敲門 是求 加入 幫他開門 說他的頭 要露水 頭髮被野露濕 等了很久很久 但也不是要用強權得著他 是很想一直溫柔地等候他 而且會伸手 很想我們得著他 很想來接近我們 可能有時候 你覺得自己還不是最愛主 也不是可以為主擺上很多 可能覺得自己狀態還不是最好 但主導我們的追求 從來都沒有減退過 依然都是用良人的心 因為他心裡對我們 很想你可以親近經歷到他 很想你回到他 但他亦給我們時間 等候我們 是給我們機會 回到他 是很主動地找我們 這份追求 這份追求 是主要用最高的愛來 這份愛 是用揚華的列腰 是神的愛 神吸的愛 是最厲害最厲害 亦是活死之堅強 在生日中說到 唯有主在我們還在做罪人 你還未認識他 主已經選擇了要為我們 釘十字架 要為我們死 他是用寫命來 使教會出現 讓我們能夠認識他 得著他 能夠親近經歷到他 所以這份是世上最高的愛 沒有人能夠取代得到 也沒有人能夠做得到 唯有神 才可以用神吸的愛來愛我們 每一個 也想邀請Zero 去分享他 如何去經歷良人的愛 使他心靈 興起 亦是達上高峰 請Zero